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接下来师父想跟大家讲 学佛非常容易走偏差的几个问题 学佛经常走偏差 主要是学佛之后 还要贪心 用过去的话叫贪心学佛 因为贪心学佛的话 就是天天磕头的时候 菩萨啊你保佑我啊快点啊快点啊 我赶快要好啊我赶快加力啊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贪心就会造成你内心的心肠忘报 经常等待的回报 所以你们今天学佛的人 经常等待的忘报 那也是会走偏差的 另外称心学佛 一个人有恨心学佛 会好利是人 因为你这个人学佛的人 你还有恨心 你说你学得好佛吗 你学不好佛的话 你就会骂世间的人 经常好 好就是我经常想去骂别人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烂呢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悟啊 你觉得你学得好了 你觉得你修得好了 因为经常看见别人的负能量 你就会称恨心刺起 还有痴心学佛 迷信盲从 痴心学佛 愚痴啊 过去很多人愚痴 说痴相辉 这个病好那个病好 还有的人愚痴就去找巫婆呀 跑到来跟你跳大绳呀 在你家里一边转一边唱歌 这放点东西 那放点东西 迷信了 人家说什么 你就听什么 你自己没有智慧的 你学佛的人 自己本身心中有佛 就是师父今天跟你讲什么 你也应该懂得怎么样来 辨别师父讲的 对不对呀 师父如果今天叫你们一味的 我说什么你们就听什么 那这个不是个好师父呀 一个好的师父 就是启发你们内心的佛性 本性 师父讲的东西 你们看看 你们能接受的 你们就知道 启发自己出本性出来 不是说师父讲什么 就听什么的呀 那叫盲从呀 所以学佛当中叫 依法不依人呐 不管你今天是再有名的人 你讲的错的就是错的 你如果讲的对的就是对的 依法不依人 师父今天跟你们讲的对不对 也错不错 你说我不知道 那我问你我刚刚讲的跟你们讲的 全部是佛陀当年讲的话 你们说对不对 明白了吗 所以慢心学佛 心不皈依 傲慢心学佛 你的心能皈依佛法生吗 你骄傲吗 也看不起别人呢 你觉得你学得不错了 慢心 骄傲 你说你心能皈依吗 举个简单例子 你不相信别人 别人帮助你 你会理解别人的 肯定不会理解别人的 疑心学佛 怀疑心 叫的对不对啊 这佛法有没有用啊 佛法会不会能救我们呢 心存忧疑 忧虑 疑惑 然后 学佛的偏差 还有边见学佛 直有直无 边见 边就是边上 见 就是没有看到全部叫边见 片面的看到一些人 直有直无 执着 这明明是有的嘛 又执着自己 我没看见 这个不一定是有的嘛 断见和常见 都是属于边见 就是说 你经常认为 这个事情肯定没有的 你是边见 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有的 你又是边见 就是边见 实际上就是边见 你边见到后来会恶见 我经常喜欢举例子 如果老板今天 对你已经有成见了 他就会经常对你有边见 明明这个事情是别人做错的 他说肯定跟你有关系 你说他会不会变成恶见 恶见是不是变成不正见 所以佛陀当年在指导僧团的时候 他就经常告诉僧团 一个人不能边见 实际上当时还没有用偏见的意思 这个偏还没有 就是说边见 就是看问题 一边执着于两边 一边没有到当中 没有全面的看问题 断见就是知空知无 常见就是知有 就是这个事情 哎呀经常有的 一直会发生的 还有的 这不可能的 不会长久的 所以很多人在人的问题上 有的人说人是可以永远延续下去的 有的人就说人死了不就没了 那你执着于哪一边 都是边见 就是边见 所以佛教让我们中观中道 什么事情要看的当中 不要走偏 哎呦这个人好得不得了 哎呦这个人坏得不得了 这种人以后跟你们讲话 都是属于边见的人 不要去听他讲 哎呦这个人好好好 好的 你想可能吗 完全好 哎呦这人坏得 没有好的地方的 应该中观 放在当中去看事情 中道是什么 什么事情 放在当中 不要偏 还有就是杂乱学婆 心无是足 你的心啊 你不知道跟谁学呀 杂乱的乱学呀 这里学一点 那里学一点 哎呀这个法门好 那个法门好 你有多少智慧 在短短的一生当中 把所有的法门好的东西 全部学会呀 杂乱学婆 你的心 没有适合你的 主要的根基在 心无是足 你到底跟谁学呀 就是没主 就是没有跟谁学 你心到底跟谁学呢 还有就是散漫学婆 不能经经 只有散漫有没有了 想学就学 不学就不学 有空念念经 没空就不念经 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做 你叫散漫学婆 你能经经吗 还有一种叫 泥而不化 如犬足快 这种学婆的方法 泥而不化 人啊 像块泥土一样的 顽固不化呀 学婆啊 找错方向了 搞错事情了 为什么如犬足快呀 你看狗啊 你拿块砖头去砸它 它不追你 砸它的人 它去追那个砖头 听懂了吗 你个狗很傻的 人家一个人捡个砖头砸它 它不去冲着砸它的人咬它 去跟它吼 它就看见这个砖头砸它 它就弄个砖头去顶它 去跟它搞 叫鲁探足快 足就是追足的意思 还不追人 还有一种叫 存畏学术 买读还诸 什么意思啊 有些人学佛啊 纯粹为了研究 根本没有好好的去理解佛法 存畏学术 根本不是化为自己心中的智慧 因为就是我对这样东西执着我没有去理解它到底有什么好处 那么讲到这里基本上就是告诉大家学佛要怕自己走偏差的问题 那么很多人说学佛师父有没有阶段性 师父今天讲给你们听学佛有阶段的 有阶段性 那么你们可以自己想一下你们现在学到哪个阶段的 学佛有四个阶段 信 第二个叫解 第三个叫行 第四个叫正 你们自己可以看看你们修到哪个阶段 你们相信佛吗 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理解佛法吗 有的人理解 有的人不理解 有的人理解了一点点 有的人理解了多一点点 不完全理解吧 这个第二个阶段就开始堵塞了 不理解佛法 那么你就做不了第三个阶段 理解了之后 你才能去行 行是什么 施行呀 去做呀 那么现在很多人问师父 师父我已经理解了 一点点 我理解了百分之二十 我去行百分之二十 可以吗 可以 有没有啊 有 那么很简单了 你第二个阶段 百分之二十 第三个阶段 百分之二十 那你说你算圆满吗 不圆满呀 听懂吗 你不理解的事情 你做出来能正吗 你理解了 偏差了 一点点了 你最后行出来的事情 是正的吗 一定是骗的 正是什么 最后正 是正物 体正 来体会 来验证 叫体正 体物验证 你想想看 你做了之后 你要明白 我今天做的是功德 还是善事 我要体会 我今天因为理解了佛法说 要行善 那么我去做了 行了 行了之后 自己要明白 我是做善事 还是学佛 还是度人 还怎么样 你完全要理解 你不能理解的话 你行不正 你最后正不不出来 那你这个人 就是人于最后 根本这四个阶段 你只能走到第一阶段 相信菩萨 你看马路上 有很多人 你问他信佛吗 有时信 有时不信 过去跟着外婆磕磕头 反正磕头 总是菩萨保佑吧 这就是 信的问题 很多人连信都做不到 你怎么会有理解啊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相信这个人 我才能理解他 你不相信这个员工 老板怎么理解这个员工啊 他做的对不对啊 你今天相信这个老板 你才帮他做啊 你就是我道理一样 解就是理解啊 你看看佛头两千五百年啊 他的智慧啊 他是超越时光的呀 所以大部分人间的 不理解这佛法的人 他们都称为凡夫 走的命运 全部都是天定的 所以你去看 一个人不学佛 他的命运是天定的 定下来的 命中注定的命 这叫天命 你就自己不能改变 你的命啊 你要懂得帮助自己 摆脱命运 要学佛改变命运 学佛改变命运 听别人的这么多干嘛 你自己不了解你自己 你天天听人家讲 社会上什么风风雨雨都有 靠的是你自己站起来的呀 所以师父现在就是教你们 要学菩萨来改变自己的命 改变自己的运 要懂得你只有帮助了别人 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要学佛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命有吉凶祸福 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 叫命 人控制不住的那叫命 你这个命 人控制不住 走过生命的全过程 只是称之为 你的命走过了你的生命 运是什么 运是通过你后天的改变 你让自己本来的命 得到了改变 用你的坚强的 精进力 忍耐力 用你的信心 用你的慈悲力 改变了你这一生 那你就是改变了你的命和运 所以命运改变了 如果只是一个生命 那是很难改变的 只有把运放进去 你才改变了你的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